其實我覺得 就是剛剛的板上列的洋洋撒成蠻多 可是我覺得其實在台灣的音樂剔圖上 這種抗議的聲音或社會關係的聲音 其實是蠻薄弱的 而且你要注意就是說 其實這些列的 譬如說 我覺得這跟台灣民族化的 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台灣1987年解緣 在解緣時代 幾乎不太有可能什麼社會抗議的聲音 所以譬如說這裡列到了 就不管楊祖君 李雙哲 當時只能一種比較隱晦的方式 當然我們都知道一場非常有名的歌曲 美麗島 那也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那楊祖君算是我覺得 台灣非常重要的抗議歌手先去 但當時他就去工廠 去雨村 去聽女工唱歌 可是他也知道 最後遇到的就是當時的 國民黨政府威權體制的打壓 那我們看在巴尼亞前期 其實也很難得有什麼真正的抗議 因為不要說抗議 你連音樂是灰色思想 新聞局都會查禁 所以是到巴尼亞後期 民主化開放之後 就第一批開始黑名單 工作室剛剛提到朱月信 這些人開始出現 開始出現比較政治批判的聲音 那麼到90年代中期 一開始有一些所謂的抗議樂隊 焦工 黑手拿卡系 是最要演的兩個 而且伴著我們走過這十幾年來 我覺得非常重要 可是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脈絡是說 像大家好像覺得說 新來年輕人比較不關心政治 可是我的觀察是 這幾年反而台灣所謂新的獨立樂隊 有越來越對社會運動 或是對社會關心參與的傾向 包括今天農村武裝今年 包括剛剛提到的考秋琴 以及一些還沒力道 譬如說929 其實很多新的樂隊 他們其實有一定的社會關懷 在我看來 似乎比十年前的場景更為熱鬧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向的發展 而且這幾年很多社會運動 不管我們今天提到日生療養樂 或是三英部落 三英部落一月的尾牙 有非常多年輕的樂隊參加 或者訓練野草莓學運 現在大概辦一場活動 要找到很多樂團參加 不是太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那個熱情 其實是越來越茁壯的 所以那個力量其實越來越大 我看到是越來越大的 好 那這個力量 我們就要請教黑手拿卡系 因為你們一開始 大概是比較孤獨的一個樂團 說實在 可是後來看到越來越多生力軍加入 我們再來很簡單的介紹一下 黑手拿卡系 這個主要是在秋鬥的時候 為了要奪回底層 勞動人民的發聲的權利 透過創作來協助工人以及弱勢者 能夠唱出他們的心聲 就像剛剛那一首 會說過說會跟人都學習 實在說學習你一口你知道嗎 並且所以他們是用音樂來介入社運 97年的時候 用這個學習的屁 台灣第一張工運抗爭的專輯出現了 到現在為止 他們已經成立了所謂的工商 而且這個商我們又打錯了 應該有一個 這是應該這個商 國商的商都可以 工商 音樂坊 工人吉他班 還有練習團 透過文化協作的關係 協作的關係呢 讓工人出現能夠出聲 還有13年來在各式各樣的社運場合中 演出超過了300場 但是這300年可能都沒有拿到一款 2003年長期推動弱勢文化 得到了北市文化獎 得到這個獎 不知道對你們來講是鼓勵支持 還是說另外一種無名的諷刺無奈這樣子 我不曉得你等一下談一談 2008年的時候 癌編 這個其實 這個談到這件事 大家都會有一點傷感 然後 就是關節 因為整種經濟 以及整個費工商的問題 最後他選擇了自己了斷自己的生命 癌編 這個是為了紀念關秀琴 這一首歌獲得了台灣原創音樂 何洛宇的首獎 我再請教一下黑手拿卡詩 你們這樣一路走來 看到台灣社會真的變了嗎 或是進步了嗎 我覺得是看在什麼樣的人的立場 比如說我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 或是說一般比較社會底層的 弱勢者的立場來看的話 其實沒有改變太多 就是說一般社會在經濟發展 很進步的時候 可能都市裡的白領階級 他會覺得生活過得很好 可是很多工人階級 雖然經濟也不錯 但是他一直在面臨的一種 哪一天我會失業 哪一天我這個薪水還沒掉了 然後我要去養雞 我要去養我的兒子 那更弱勢的人 就是你就看到都市裡面很多遊民 在都市的邊緣的河岸邊 那麼多原住民 在那邊很辛苦的生活著 就是說我覺得 至少我們看來這十幾年來 這整個社會 比如我們現在說 經濟在壞的時候 大家都經濟在壞 但是我覺得對弱勢者來說 其實那個狀況沒有真正的改變過 其實沒有什麼差 阿澤你覺得 因為你算是比較年輕進來的 你農村武裝青年 可是除了農運之外 你其實整個社會運動 你大概也都有關心到 你自己看到 為什麼你們這些年輕人 願意加入這一個行業 你自己的想法 以我自己來講的話 因為就是從大學時代 就開始聽搖滾樂的一些東西 那也是有透過鐵字的書 和柏惟的音樂讓我認識到說 其實音樂或是搖滾樂 它可以有的力量 是超乎我們一般的想像的 它不只是說 像是唱琴歌 或者是一些 一些讓你感覺到很High的那個感覺而已 它可以傳播更多的訊息出去 所以那對我來講 那個這個過程是最重要的東西 講到訊息 你現在已經演然成為人家的導師了 不過我再請教阿瑋 我們都知道 不管是農人工人 其實都是社會最底層 所謂的底層的意思 他們沒有發言權 也沒有論述權 要上媒體 大概很不容易出的公共電視以外 如何讓他們更力量 你們用戰鬥的形式嗎 戰鬥形勢當然是一個 所以我們看大家 為什麼要去街頭上這樣拚 很多人看到人在街頭上拚 說這樣無聊 你是這樣有效 我感覺就是有效 就是說這些弱勢者 他如果不上來 去爭取他的權益的話 根本沒有人會理他 新聞也不會報 沒有人會知道 那那一組拿開始 我們其實就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 跟這些工人跟弱勢者 讓他們可以寫出自己的心聲 其實就是因為 他們並不是沒有自己的心聲 而是這個整個社會 把他壓得沒有辦法講話 對 或者說寫文章的就是文人 講話的就是組織人 媒體人 那這些弱勢者聲音 一直要靠別人幫他說出來 那我們在工會的那種工作的過程 我們會認為說 其實我們在從事工人運動 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最大的想要的就是說 不是我們這些人來告訴你們 你們應該怎麼做 而是你們有自己的能力 我們訓練我們自己 把我們自己的心聲想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 心聲要講出來 要怎麼講 怎麼戰鬥 怎麼戰鬥 唱一下給我們聽好不好 這一首歌是韓國人 韓國人在工運抗爭很猛 拿那個汽油彈跟幾次打來打去 抗爭更猛 對 1988年台灣工運 工人就跑到韓國去觀摩 因為那時候韓國在那個大罷工 然後他們去那邊聽到一首歌 看到工人從工廠裡面 這樣慢慢的走出來 非常的震撼 回來就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一首歌 為什麼我們沒有 然後他就把那個旋律 就把它記起來了 把它改成的叫勞動者善歌 所有台灣的工會抗爭 我們都要唱這首歌 我們請出來學習一下 OK 萬一莫名其妙被裁員 我們就要用到這首歌 OK 翻波雪 翻波雪 真平等 真平等 我的同志們 為了明天的勝利 世事戰鬥到底 下勝軍 我的勞動者啊 TED-PERS 勞動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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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動者啊 鄉王 过去 真平等 我的同志们 为了明天的生命 是事战斗到底 上上